地藏王菩萨为众生而活 在末法时期,不救度众生的人,很难破除我执,听得懂吗? 不去救人家的人,总是自以为是,只有当你融化在众生当中,你才是真正的佛啊! 佛不是在众生当中吗? 我们在人间因为早已迷失了方向,所以我们只有默默地耕耘,我们只管耕耘,不问收获。 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佛法。 我们要为众生活着,实际上,为众生活着的人,就是为自己啊,对不对? 地藏王菩萨为众生活着,地狱不空,是不成佛,他不就是成佛了吗? 他不就是为众生活着,他就成佛了吗? 所以,我们的境界必须要高,我们必须为众生活着,去救度众生,不是让你活着, 是让你去救度他们,以大的爱心,以大的慈悲心,去救度众生,这就叫大慈大悲啊!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乐在其中,救人的人永远是快乐的,他就能够乐在其中。